在大陆智慧手机的激烈竞争 可能把一般人的焦点都集中到北京去了 但其实许多二三线城市也有意想不到的商机 很多台商已经悄悄地把布局伸向二线甚至是三线城市 像是在广州经营玉石生意的台商 它就逐渐地向东莞一带来转进 这里不但房租便宜得多 而且购买力很大 一样非常的惊人 不过也有人反其道而行 他们认为在二线城市练兵所得到的经验 有助于他们进军到上海或者是北京 这样子的一线城市 我们带来看看二线城市是如何发展 傍晚时刻才刚放学 这些国小二三年级的小学生 就被爸妈带着往补习班跑 这是大陆普遍的英语补习班 外籍老师和学生互动上课堪称是基本 但在福州这里却有创新的教法 把iPad当作工具 老师出题小学生作答抢分数 多媒体互动交法摆脱死背英文单字 总让这些小学生惊艺得很 Apple or Ann Apple 820分 考得太久了 所有的都出汗了 那好不好玩 好玩 就是不能玩游戏 喜欢 喜欢啊 那你以为有没有进步 有 进步多少 进步 大家这么懂吗 听 猫 猫 上课就像是在玩游戏 用科技当作噱头 也抓住大陆青年后 父母的比较心理 还是让孩子多电视这种先进的东西 跟社会结果会更好一点 就是说希望这种新的技术 孩子的教育更考的进步 至少在火车上面遇到外国人 他会跟外国人进行问好 有简短的交流 这是Alan的秘密武器 42岁的他在福州教了十年英语 长相帅气也很懂得公关 休息室采用绿橘色柔和色调 让半读的家长先情愉快 甚至连窗户也做了讨好父母的设计 像我走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知道老师 有没有在认真的上课 然后学生的情况 家长马上都非常的 百分之百马上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知道他们上课 上个好还是不好 人本是不认识的 只是在一个班完之后 家长有人学了 所以你这感情好不好 和好了 和好了 Alan用这样的教室空间 和教学新思维 在福州这个二线城市 已经站稳脚步 开了三家补习班 2000位学生 现在他更打算 进军一线城市上海 如果可以在二线城市成功的话 到一线城市基本上不会太难 单靠多媒体教学 就要大张旗鼓北上 当然还不够 也怕被山寨 Alan也和美国出版业者合作 把美国小孩念的书 原汁原味搬到大陆 再添加入互动系统里 现在大陆的家长 对高科技接受度 还是非常高的 透过高科技来做上课的结合 一 我觉得他们觉得 非常的新鲜 二 他们觉得效率非常的高 想借由上海经济拓展实力 再瞄准整个大陆市场 Alan转站一线城市 而在广州 却仍要退居二三线城市 这个在广州郊区的 石头博物馆 在下了好几天雨后 陆续出现闷了好几天的游客 跑出来透透气 我们现在要上去的是 古代森林 这些都是亿万年木头的化石 这矿石景区占地70公顷 摆设世界各国矿石 工人欣赏 要是觉得不够看 走进室内 就能看到实在很奇怪 这不是零一下人 而是水晶在生长时 遇到杂质慢慢包裹 就成了奇特景象 这一万多金的奇珍意识 也让游客惊奇不断 但就怕没耐心 远方还安排专人解说 把看石头变成像是一场展览秀 甚至连入口也都有设计巧思 我们这个金字塔跟人面师生 它的一个感觉 就好像你要进入一个地库里面 神秘宝藏的一个地道里面 这座宝石过程让游客可以检视 做了20年宝石加工的台商力图转型 2010年加入大陆最夯的绿能产业 把宝石加工变成观光工厂 甚至连现有的专卖店 也有规划蓝图 过去石头机的店铺 都是选在一线城市一线位置 就是像这样的商场里头 但是由于租金越来越高 因此采取了新政策性 退一进二 也就是跑到二线城市的一线位置 不仅卖场空间变大了70平方米 而且成本相较便宜 以一线城市广州来讲 在京华地段的专卖店月租金 2008年一平方米要1100元 以每三年10%的调幅速度来讲 2014年就得要1329块 但二线城市的东莞 从2007年的229元 再到今年的286块 相较之下租金顿时压力变小 像我们有一些三线城市的这些经销商 它动不动它都可以卖几万块的 这个翡翠的浴卓 还有包括几万块的这些 避袭的这些饰品 吊坠 这些都是三不五时都会出去的 因为三线城市它的落差更大 不管从二线城市发迹 或者在一线城市起步 属于返害A人这两位台商 靠着转型让事业更加起色 这个你要看走还是什么 线城市 老板